HELLO 大家好,我是憲哥的 完年寶社群日,開心完終完準神獸 還有一隻雨三格 這次也是今個季節的經驗社群日 今天影片就講一講相關的內容 還有最後也要講 果爆獸是PP 還是PE 方面 都會有什麼用呢? 類份經典社群日,火球鼠 6月22日,閃兩點至下午點鐘 火球鼠出現機率會提高 身為版也有增加機會出現 也有身為版追 身為家族,整個都是淺顏色 每人進化之後上去都是這樣 互動開始至晚上7點之前 進化火爆獸 都會學到社群日招式、爆炸烈焰 這招特殊招式 相信大家對這招都不會陌生 很多火二三格都會學到這招 今次寫群日,當然不少也有付費特殊調查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去買 看看有沒有需要 田野調查方面 有火球鼠的獎勵和其他道具的獎勵 在田野調查,或者剛才提到特殊調查 任何調查 總來遇到火球鼠的100IV CP 是為420 大家就要留意這個CP 但這個CP 不代表野外有420CP 就是這個100IV 因為野生會有不同等級 因應不同等級 就有不同的100IV 活動獎勵 就是捕捉 會有雙倍XP 和升沙子 這個位置真的很棒 無論是經驗值 還是升沙子都可以賺盡 這個我不知道是否官方想吸引大家去玩這個經典社群日 因為覺得這個經典社群日的主角可能都不靠力 還有其他獎勵 先分享一下印尼模組 下隔3小時 拍攝高lapshot照片會倒火球鼠 最多有5次 看看這5次可不可以遇到飾圍版塊 講完這個社群的內容 經典社群的關係 所以內容漲偏少 很多獎勵 活動內容都要比起普通社群 大打折扣 這節拍就講一講火爆獸 在PEP中的表現 先講一講它的數據 火爆獸就是純火系Pokemon 攻擊是2-3防禦 1-7-3耐 1-8-6 實際上最高CV值是較為 真的比較慘 2-8-9 3千也未夠 推薦招式 如果當作火系戰力 就是燒盡加爆炸烈炎 留意爆炸烈炎是社群的限定 如果你想學到這招 社群內進化就可以學到 在PEP小招是暗影閘 大招是爆炸烈炎 可以記入光速 在PEP排名方面 超級聯盟就不太理想 但高級聯盟和大師群內 都不錯 但大師群內 有很多神咒的關係 應該可以先剔除了 也不是建議 某一隻火爆獸去玩 除非有外 看看PEP唯一可以使用 嘗試一下就是高級聯盟 我只是覺得很難用 所以我不會在PE上特別用 而在PE部分 火屬性的排名 可以看到 這是頭幾名 當然火屬性 就沒有理由 就排那麼前 看看 其實是輪到二十多名 才能看到 因此我自己 無論是PE和PP部分 我真的不會練 都有更好的選擇 無論是PP和PE 都有更好的火系去玩 我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對於六月份的經典社群日如何 始終跟上個月尾一條推測社群日的影片說到 今年經典社群日已經出了準神獸 所以今年內 很難再出多一隻準神獸 這件事就沒辦法 先拿著23加頂住 23加也算是這樣的 好過之前多邊獸 這條影片就先到 歡迎加入DC群組 如果你有用過火把獸的話 歡迎分享一下經驗 給大家參考一下 更加支持 當然也可以加入這個頻道會員 也有新影片 還有可以加入Pokemon GO的永久好友 也會多點主動送禮物 大家就歡迎加入 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再見